我亲爱的姐妹们 我很高兴能和各位聚集在一起 今晚这特别的大会 让我十分感动 今天以上重要的主题是关于救主的复活 在救主诸多特质中最令人积赏的 莫过于他无尽的侧隐之心 各位都已感受到他认识你 爱你 也感受到他对现在坐在你身旁那些人的爱 他们都是你的姐妹 是天父灵体的儿女 他关心他们 了解他们的种种忧伤 他想要救助他们 我今晚要对你们说的信息 就是你们既可以 也必须协助神的安慰工作 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 如果你更加明白 主是如何回答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祈祷 你就更能做好你的部分 许多人向天父祈祷 祈求援助 祈求他协助分担他们悲伤 寂寞和恐惧的重担 天父聆听这些祈祷 了解他们的需要 他和他的爱子 也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 以应许会伸出援手 耶稣基督给了这项甜蜜的应许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他的赎罪减轻了他忠信仆人 必须扛起的人生重担 也能够撤去罪的重担 不过对许多良善的人来说 成是生命的考验 人是沉重的重担 你在所爱的良善的人的生活中 也曾看过这样的考验 你感到一股想帮助他们的渴望 你对他们所起的侧隐之心是其来有自的 各位都是耶稣基督教会里的约名 加入他教会的时候 你内心就起了巨大的变化 你立下圣约也得到应许 使你开始改变本性 阿尔玛在摩尔门水流旁所说的话 说明了你在洗礼时所立下的承诺 以及那对你还有你周遭的人有什么意义 当时他对那些正要和你定立同样圣约的人说话 他们也得到了主给你的同样应许 经文记载说 看啊 这里是摩尔门水流 他们都这样称呼 现在由于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 被称为他的人民 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 使重担减轻 是的 愿意与哀者同哀 是的 安慰需要安慰的人 也愿意随时随地 在所有的世上做神的证人 直到死亡 使你们得蒙神救赎 算在第一次复活的人当中 而得到永生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会想要去帮助那些 遭逢困难 身负重担 经历险阻的人继续向前 你承诺要协助主 帮助他人减轻重担 给他们安慰 你接受圣灵恩赐的时候 主就以赐给了你力量 去帮助主减轻那些人的重担 救主即将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说明了他减轻重担 和给他们力量的方法 他知道门徒们会难过 他知道他们会担心未来 他也知道他们没把握 是否有能力继续向前 因此他给了他们一个应许 一个给我们和他真正门徒们的应许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然后他应许道 但保慧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最近这几个星期 我就在我的生活中 看到神会派遣圣灵的应许应验了 这个应许 也在那些祷告祈求 他们的重担能得以减轻的人 的生活中应验了 那些减轻重担的奇迹 都是以主应许的方式来到 他和天父差遣了圣灵 来做保慧师 帮助他的门徒 最近 有个一家三代的人们 为了一位五岁男孩的去世 而悲伤 男孩在全家度假的时候 意外死亡了 我有机会 再次看到主 如何祝福忠信的人 帮助他们 获得宽慰 并有力量度过 我观察主减轻重担的方式 就像各位在生活中常常做的那样 身为主立约的仆人的我 在那里 与哀者同哀 安慰 那些需要安慰的人 因为我知道那是真实的 所以当那对祖父母 邀请我在丧礼前 和那位小男孩的父母 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高兴 也感觉平安 我求问主 该如何帮助他 安慰他们 我和他们坐在我家的客厅里 我在壁炉里点起一小堆的火 让客厅在寒夜里保持温暖 我感觉要告诉他们 我爱他们 我也告诉他们 我感受到主对他们的爱 说了几句关怀的话以后 我试着告诉他们 我为他们难过 但只有主才能知道 并完全体会他们的痛苦和忧伤 说了几句关怀的话以后 我觉得需要用爱 聆听他们自己的感觉 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 他们说的话比我说的海多 我从他们的声调 他们的眼神 看出圣灵正在感动他们 他们谈到事情的经过 并用简单的见证 说出心中的感受 圣灵已经给了他们 因为对永生有希望而来的平安 他们的儿子去世的时候 没有罪 他永远都会是他们的儿子 我为他们分别做圣职祝福的时候 我感谢圣灵的同在 所带来的影响力 宝会师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 勇气和加增的力量 那个晚上 我看到主和我们一起合作 减轻他人民重担的示范 各位记得在《摩尔门经》里面 苛刻的公投 把重担放在神的人民身上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那群人民就像许多我们所爱的人 和服务的对象一样 恳求援助 以下就是那个记录 我知道这是真实的 我也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 即使你们身受束缚 也不觉背上有重担 我必这样做 使你们今后可为我做见证 却知我 主神 的确在我人民苦难时 拜访他们 事情是这样的 阿尔玛和他弟兄身上的重担 减轻了 是的 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 他们愉快且耐心地 顺服主所有的旨意 我一次又一次 看到那样的奇迹 减轻别人重担 最好的方法 就是协助主巩固他们 这就是主吩咐我们 要安慰他人的同时 也要我们随时随地 做他证人的原因 那位小男孩的父母 在那一天晚上 在我家客厅 为救主做见证 圣灵来了 我们都得到安慰 那对父母因此得到了巩固 悲伤的重担没有消失 但他们得到力量 可以承受忧伤 他们的信心增强 只要他们继续祈求 他们就会不断得到力量 在那天晚上 因为赎罪而来的圣灵见证 也给过约伯力量 助他扛起他的重担 经文说 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 得见神 就是那圣灵的见证 给了约伯力量持守 让他穿越哀伤 无视周遭的人没有安慰他 反倒看见 在忠信的通过考验以后 会临到忠信者的喜悦 那喜悦对约伯来说是真实的 因为祝福在他今生就来到 在约伯故事的尾声 发生了这样的奇迹 这样耶和华后来 四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 在那全地的妇女中 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 他们的父亲 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 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这样约伯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约伯就是因为 对即将来到的赎罪 获得圣灵的见证 才帮助他通过了 人生必经的考验 这是天父给我们的 伟大幸福计划的一部分 他让他的爱子 透过为我们赎罪牺牲 给我们希望 无论回到天家的路 有多么艰难 都能给我们安慰 天父和他的儿子 差遣圣灵安慰夫子的门徒 在人生的旅途中 给予他们力量 我到达为那小男孩举行葬礼的 教堂外面的时候 目睹了这安慰的奇迹 有位可爱的女士迎面走来 我停下脚步 但认不得她 她说她是来致哀 也希望可以安慰他们 她说她来参加丧礼 一部分是为了自己找到安慰 她告诉我 她第一个孩子最近去世了 她怀里抱着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我靠向她 看到那小女孩微笑的小脸 我问这婴孩的母亲 她叫什么名字 她很快乐地回答说 她叫喜乐 因为忧伤之后 必会有喜乐 她正在向我做见证 我知道 从那唯一稳当源头 而来的平安和安慰 已临到她 只有神了解人心 因此也只有她能真正地说 我了解你的感受 我只能想象她感受到的快乐和忧伤 但爱她的主 知道一切 每次她的门徒 也就是你们 帮助她为天父的孩子 带来平安和快乐的时刻的时候 她很快乐 我只能感受到她快乐的一部分 我见证 主已要求我们 这些她的门徒们 要互相帮助彼此 承担重担 我们已许下承诺会这么做 我见证主 透过她的赎罪和复活 已经破除死亡的力量 我向你们见证 活着的基督 拆遣保慧师 也就是圣灵 给我们承诺 要去帮她安慰人 你们和我一样都是证人 见证 我妈妈在二十年前 曾是持续理事会成员的时候 所写的碑文 内容是 爱是永不止息 我仍然不完全了解 这些话的意义 但我曾经因为看到 她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而略知一二 经文告诉我们这项真理 人爱是基督纯正的爱 她的爱永不止息 而我们也会一直在心中 感受到要与爱者同哀 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 的起魄性 我们为她去服务他人的时候 她应许的平安 也不会离我们而去 身为她的见证人 我感谢你们 在帮助活着的主耶稣基督 和保慧师圣灵时 扶起垂下的手 兼顾无力的息 以及你们在这世上 做得这么好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并以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